南加州台大校友会 于8月7日晚间6点 在太平洋棕榈大酒店盛大举行 2010年第37届年会 当天社区各界知名人士云集 台北驻洛杉矶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 龚忠成主持了会长交接仪式 亲手把台大校友会的答应 由上任会长王美手中 交到新任会长王成有志手中 我们来看一下当天的新闻报道 当天晚会除了有中式晚宴 综艺节目 Live Band歌唱与跳舞 并请台湾政论节目名嘴 台大校友沈富雄发表专题演讲 所有校友及来宾都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上 来为我们学长 沈富雄医生 也曾明镇人家 请拜托男乐乐的同场 请跟周末飞的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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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周成部长及夫人 热烈的部长 欢迎处长跟这些光临 我们下面是洛桥文教中心的主任 捷主人 捷举帮主任 谢谢给主人光临 谢谢 我們今天派了一位遠離從聖地牙哥來的中華科工演藝會的理事 林晴晶博士一夫人 林晴晶博士他是中華民國的高濟林張軍的夫人來到現場 兩位王會長 還有我們從台北遠到來的非常傑出的台大校友 我也要拍一點關係還是我的男一中的校友 因為三位也很大 還有在座各位貴賓各位女士大家晚安 大家好 今天看到這種非常不容易見到一個盛況 許多陳舟強界人士以往都說我要的 今天晚上都出席了 所以我還是覺得說我們台大校友會半活動 還是非常的保持他優質的這個傳統 所以我去年也講過 我也很想當了台大 不過我也是台大的 因為我去年講過 我是在台灣出生長大 我是台大的 今天晚上都看過 一段落進來的 一段落進來的 我愛演唱會 非常之下 我們當地大墓 我愛演唱會 最有趣的 在座的台大校友 还有一任会长 我在这边教你们表示这一包的敬意 面面这么多学习的会长的带领之下 我们有今天的成绩 而且我今天非常感动 因为太多太多我的朋友 我从第一届开始 我就参与今天是38届的开头 有这么多的朋友来 实在太感动了